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他不用再往下说了,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箱子里有人 这根管子就是保证箱子里的人不被憋死 没有人知道这箱子被埋在土里多久了 更无法想象箱子里的人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不过想到管子一端那些指甲抓脑 大家有种不好的预感 蒋雨昕紧张地抓住丁钱的胳膊 尖尖的指甲几乎陷进他的肉里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我妹妹 我妹妹在里面吗 丁钱看了看杜志勋 杜志勋弯腰把拉杆箱的拉链拉开 慢慢地掀开了箱盖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箱子里呈现出一个全躯的女人 她手脚上绑着绳子 一动不动地缩在箱子里 在她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机 小憨 蒋雨昕不顾一切扑上去 想把妹妹从箱子里拉起来 可是女人蜷缩得很紧 她没拉动 柳飞过去帮忙 她一碰女人的身体 眉头就皱了皱 把手指放在女人颈动脉上 等了一下 对江雨昕说 别碰她了 她已经死了 不 不可能 我妹妹还活着 她手机刚才能打通 她不可能死 你们快救救她 快救救她呀 江雨昕眼泪刷刷地往外流 带着祈求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人 可是没有人过来 江雨昕又抓住丁浅的裤腿 在哀求她 丁医生 丁医生 你帮帮我 求你帮帮我 丁浅目录怜悯 她已经死了 伸手将把她拉起来 可是江雨昕已经神志有点不轻了 奋力挣脱丁浅 扑在妹妹的身上 抱住她的脖子 努力把她往起拉 死者的脖子发出咔咔的响声 已经变了形了 江雨昕还没意识到 几乎把死者的头拧错了位 见江雨昕精神受到刺激 都已经不正常了 杜志勋叹了口气 怀自己考虑不周 就不应该把她带过来 她示意郭荣荣 把她带离现场 郭荣荣连劝带拉 江雨昕又犯了扭劲 就是不肯动 拉扯的过程中 女士的半截身子 愣是给拽了起来 歪扭着身子转过头来 呈现在众人眼中的 是一张骇人的死人脸 她脸色发青 双眼秃登 最不可思议的是 上下嘴唇竟然给麻线 密密麻麻地缝合在一起 即使这个女人活着 也完全不能张嘴说话 那细密的针脚 跟蜈蚣脚一样 一针挨着一针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看了都会做噩梦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对被害人 施加如此残暴的惩罚 江雨昕抱着女士的身体 傻傻地望着已经冰冷的女士 他们俩的姿势都十分诡异 江雨昕看着看着脱口说道 她不是我妹妹 她才意识到自己捧着一个陌生女人的头 那张已经死亡的脸 带着愤怨凝固的双眼 近在知识地盯着她 悲伤化作遍体恐惧 她慌忙松开女人 女人斜斜地靠在箱子里 那双圆凳的眼珠 依然盯着江雨昕 吓了她连连尖叫起来 郭荣荣急忙把她拉到远处 让她平静下来 其他人都默默注视着女士 尤其是那张被缝合的嘴巴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古怪的思法 虽然还不至于下证江雨昕那样 但也是不禁暗自心惊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丁钱 从挖出拉杆箱那一刻 她的表情就很不自然 当她看到 宣作在箱子里的女尸的时候 脸上几乎失去了血色 她还从来没有如此惊慌过 只是靠着强大的意志力 来保持平静 杜志勋忽然扭头 目光不偏不倚地 落在丁钱脸上 这个家伙就像有第六感似的 你怎么了丁医生 没什么 丁钱尽量平静地回答 杜志勋的话里 似乎隐含着什么 听说丁医生之前 也参与过很多刑事案件 不至于被一具尸体惊到吧 还是经历过类似的案子 处境生情了 你想多了 杜组长 还是多把心思 放在这具尸体上吧 丁钱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杜志勋不再追问 回过头又看看尸体 对柳飞说 你检查一下他的嘴 先是在死前封伤的 还是在死后 柳飞倒是不怕女尸 他戴上乳胶手套 在死者嘴唇上摸了摸 仔细观察川县的伤口 说道 死前封和他 伤口已经出现几层结痂 估计是被害人嘴巴被缝上之后 曾经用力想张开嘴 结果撕裂了刚刚结痂的伤口 心流出的血 又慢慢地结痂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是为了呼救吗 可能吧 我想还有一种可能 这个女人应该在箱子里活了几天 最凡把她埋在地下 在几乎封闭的狭小空间里 人体排出的汗液蒸发不出 所以箱子里肯定是又窒息又闷热 所以饭插了一根管子 除了为他提供一些氧气之外 我想他可能还通过这个管子 给他倒些水 保证他不至于因为过于炎热脱水死去 他为了喝水 抓着管子 努力张大嘴 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结果撕裂了嘴唇 这种痛苦让他拼命地抓着管子 留下了这些抓痕 柳飞面无表情地分析着 即使面对如此凄惨的被害人 他也没有流露出女人常有的脆弱 尸检的时候 他尤其向一部冷酷无情 没有任何情感的电脑 只管机械地输出信息 钟开心不住地砸嘴 倒吸凉气 乖乖呀 把女人绑起来 栽进箱子里 活生生埋进土里 只留下一根管子透气 连嘴都给封上了 让人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这家伙绝对是个超级变态呀 不 他不是变态那么简单 他有清晰的目的 杜智勋说着 从刘飞的勘验箱里 拿上一副乳胶手套戴上 伸手从死者的手里 拿过那个手机 罪犯的真正目的是属金 所以不能马上处死人质 为了不被发现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把人质埋进地里 很难逃脱 便于控制 又不容易被发现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